大家好 之前我们讲到了过度压力模型 过度的压力会导致抑郁和稀罪性无助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学到应对压力的方法 就能有效的减缓焦虑 应对压力来避免抑郁 好 我们在压力的机制当中讲到了 应对压力的两套办法 问题导向拿得起 情绪导向放得下 那这里呢我们来谈谈 问题导向拿得起 那么来提升能力 自强不息 来应对压力 好 我们来讲教大家 如何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应对压力和挑战 人生的 请问大家 在所有的领域啊 专业的和业余的差别大吧 职业的和业余的差别大吧 比如艺术体育等等 差别很大 那请问 专家是怎么练成的 我这么定义专家的 专家每天比别人多花一点时间 在同样一件事情上 一条路走到黑 他就专家 专家每天挖一口井挖的最深 他就专家 好 请大家 每天比别人多花一点点时间 在同样一件事情上 一条路走到黑 时间一长 就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好 我们来讲几个故事 第一个 大家看过金庸写的小说 天龙八部吧 当中谁的功夫最厉害啊 好 是扫地的老和尚 扫地僧 请问他在哪里扫地啊 图书馆 在大学的图书馆扫地 打得过人家吗 他在功夫最厉害的单位 扫林寺的图书馆扫地 扫完了地没事干 关于功夫的书 看得最多 有理由最厉害 有人说老师 他虚构的 那我讲一真的 写道德金的老子很伟大 他从哪里出来的 周朝的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 好 有人说老师 这都是大人物 我讲个卑微的小人物 这个人 欧洲的荷兰 有个小镇 有个年轻人给一个单位 开了六十年的门 没有离开过这个单位 没有干任何轰轰烈烈的事 但是英国女王 去荷兰访问 取道小镇 拜会她 法国的科学院 给她院士的头衔 她为什么那么受诗人尊敬 赫赫有名呢 她无意当中 干了这么一件事 年轻人精力充沛 看门很无聊 她打发时间 怎么打发呢 她找了一块石头 用很多玻璃镜片 去磨玻璃 结果磨磨磨 有人来了开个门 再磨磨磨 诶 时间到了下班了 她用上半的闲暇 磨玻璃 打发无聊 结果一磨磨了一辈子 当时全世界 只有通过 他磨的玻璃镜片 能够发现 微生物的世界 显微镜 就这个人发明的 它叫列文虎克 大家用过 它的显微镜吧 好 专业 有些老师 这都是名人 出了名的 那我讲个身边的 普通人的事 故事 大家唱卡了OK吧 唱 大多数时候 别人唱歌的时候 你在干嘛 听听音乐 聊聊天 吃吃东西 点点歌 但是呢 我有个朋友 不是这样的 他读功课 不怎么会唱歌 毕业以后做销售 经常陪客户去唱歌 他有个跟别人 唯一不同的地方 当别人唱歌的时候 他做的端端正正 不拿着麦克风 别人唱一句 他跟着哼一句 每次唱完K回来 跟我说 相当于 以众人诗 相当于上了几个小时的 专业课 以万人诗 几年以后 我再遇到他 他跟我说 KD里头别人点的歌 我都会唱 江湖众人耍的把戏 我全都学过 那这就叫专业 厉害 好 我再举个例子 大家有没有喜欢打羽毛球的 打羽毛球的 我们学校 有个羽毛球馆 看场子的是个 五十岁的中年男人 姓王 过去人们叫他老王 后来人们叫他王师傅 所有人叫他王馆长 为什么称呼越来越尊敬呢 是因为这样 老王从来不打球 每天穿个拖鞋 溜达 打完了收钱 打完了收钱 收钱 一来二去三回 常打球的人跟他熟了 这天 来了一拨人 想打双打 三个人 人不够 就跟他说 老王 能不能跟我打一下 跟我们一块 老王说 别找我不会打 哎呀 我们 都女孩子 无所谓的嘛 不要找我们有拍子 后来再变了 我们这有拍子 在别人强烈的要求之下 拿着别人的拍子 穿个拖鞋 凑个人数 结果一凑 给别的人看见了 也 老王还可以打一下球 凑个人数啊 从此 每天都有不同的人 找他凑个人数 打两拍子 一发不可收拾 水平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 最后啊 所有去这里打球的社会人士 几乎没有一个 打得过他的 大家看到他就说 王师傅来来来抽烟 王管长来来来 喝水 赢得所有人的尊敬 赢得所有任害羽毛球的人 最大的尊敬 因为你热爱这项社 说这个社做得好的人 就很尊敬 注意啊 五管的馆长 就跟五管的馆长一样 hold全场 跟他打 那就找虐 五十岁 没有体力 可塑性差 连拍子都没有 没手术 每天比较多花一点时间 在同样一件事情上 一条路走到黑 你就是专家 好 请大家 结合着你的工作 兴趣 在某个很窄的领域啊 深入下去 一条路走到黑 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当你成为专家以后呢 你就有掌 对你的这个 手头这个领域呢 就有掌控感 就不容易吸得性无助 就能从容的面对压力 就避免焦虑和抑郁 管用 好 第二呢 一定要持之以恒 自我激励 其实他也没有熬夜 也没有加班 就什么呢 每天多花一点点时间 我说个 我们普通人 年轻人 如果你每天用半个小时 锻炼你的身体 比如说俯卧撑 男生 你训练半年 恨不得一口气 可以做几百个 那几百个一般人差得远 是吧 差得远 一般人差得远 第三 要保持开放 靠其谦虚的态度 虚心的态度 因为不是你没接触的领域呢 你也可以去接触他 只要你有专严 那么 保持好学的心 也能学得好 第四个呢 这几个人都有个特点 就很专注 他既然做了 那他就认真对待 他不是说我做 反正我随便做 无所谓的 所以荀子说 凡百事之成 必在尽之 那就认真对待他 去做 好 那么 总结一下 如果你每天跟人打交道 就是人金 每天跟数据打交道 就是数据金 每天跟动物打交道 就是动物金 要每天跟机器打交道 就是机器金 请大家都能成金 然后从容的面对 生活和工作中的挑战和压力 那么这叫做到自强不息 好 本讲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